Hello各位好,欢迎来到玩色,我是哲鸿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逼格不够,升格来凑这句话 这个升格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神奇 升格在影视作中作为一种技术手段 可以给视频带来一些新的体验 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手机上很常见 却比较少用到的功能,慢动作功能 那这些内容我们就来聊聊视频升格的原理以及使用的技巧 说到升格,其实跟帧数率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视频的升速率 在电影里标准的升速率是24帧 也就是每秒钟播放24个单帧图像 而早期电影是使用胶卷的,也就叫做24格 那么高于这个标准就是升格 回到手机上的视频拍摄格式来看 一般都是30帧起跳的 所以下面我们会以30帧作为我们的标准播放帧率来讲 先拍摄一段30帧的素材 在手机上直接播放的话就是一段平平无奇的视频 那拍摄60帧120帧的视频在手机上直接播放 观感会流散很多 但是也没有给画面带来其他变化 那我们用苹果的慢动作模式 使用120帧每秒的规格拍摄一个视频 就获得了一个慢动作的素材 把素材导出到电脑 查看详情可以发现 120帧每秒的帧数率变成了30帧 所以说慢动作模式其实就是直接帮我们把高升率的素材升格到了30帧 在30帧的序列中要放进120帧的素材 这就需要4秒钟才能播放完成 也就是放慢了4倍 这就是慢动作模式帮我们升格的过程 我们也可以用慢动作模式同样的思路自己来操作升格会更加的可控 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前期选择拍摄更高升率的素材 后期再放慢就可以了 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升格的过程 这是之前使用大将SN2拍摄的4K 120帧每秒的素材 直接放在30帧的序列来播放的话 多余的帧率会被压缩掉 最终呈现的还是跟30帧差不多的观感 这个时候把素材放慢4倍 但刚刚被压缩掉的帧都呈现 原本120帧每秒的素材 在这个30帧每秒的序列中就需要4秒钟来播放完成 这样就完成了升格的操作 其实升格就是这么简单 但也不能升格的让帧数少于播放的帧数 不然就会出现卡阵的情况 所以在有需要升格画面的情况下 一定要在前期拍摄更高帧率的素材 才能够达到最佳的升格效果 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 刚刚用慢动作模式拍摄的视频 是有一个从正常速度到慢放的一个过程的 这样的观感会更加的顺滑 在编辑里还可以改变升格开始的时间 其实这就是一个波到变数处理的方法 在电影里这种手法也是比较常用的 通过波到变数的快速切换 可以给画面带来更强的视觉冲击感 其实制作的方法也很简单 只需要在素材上调整变数曲线 就可以完成这个从快到慢的波到变数了 现在大部分的手机剪辑软件也有这个功能了 实现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在影视制作中 升格的手法可以给画面赋予情绪 比如在电影中也常常用来放浪时间 以多虚微的瞬间 表达每种情绪 而放在我们的日常拍摄中 更多的是用在一些比较轻性的画面 升格起来会让画面变得更加的唯美 除此之外 升格还可以给画面带来一定的真伸效果 平时在拍摄BRO的时候 我也经常使用100帧的拍摄格式 直接手持拍摄 后期在升格到25帧来达到4倍的慢放效果 这样既省时又省力 还容易出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常常会说 B格不够升格来凑了 好的 那以上就是本期玩色分享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